8月20日早晨9点 海豚训养师费友航像往常一样来到青海省西宁市海洋世界的海豚馆 他的伙伴皮皮仿佛有感知一般 瞬间变得兴奋起来 将头搭在岸边等待着训养师的抚摸 每天早晨费友航都会仔细准备足够的耳料 并通过表皮检查、口腔检查、体温检查等步骤后 确认皮皮的身体状况 首先是要把每天的耳料链做完 然后把耳料做完以后就每天的日常的身体检查 检查他身体表面有没有什么各种外散啊 就他自己磕了碰了的呀 要是有的话我们要及时处理 然后对于他的口腔也要进行检查 要是吃里面有异物的话 他要是吞食了就这个没办法确定 对于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然后测体温主要是 也是对他身体健康状况的一种就是平定嘛 要是有问题的话就要及时的 就汇报我们的动物医院 近年25岁的飞有行 从事鲸豚训养师这个行业 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一次机缘巧合的接触 让他爱上了这份工作 他说海豚的智商相当于一个四五岁的小孩 他们很顽皮 能与白鲸海豚朝夕相伴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表演时还会收获掌声 也特别有成就感 刚开始的时候是特别恐惧 就他跟你离得很近的时候 你会觉得就很想躲他 但是那个时候怎么说呢 就是你躲他 你怕他 他也怕你就是那种 然后师父就跟我们观众 你不能怕他 你应该是去感受他 每天可以陪海豚啊 陪白鲸啊 就这些海洋生物嘛 可以跟他们一起 照顾他们的 就是算衣食起居吧 偶尔的话就是他们 还可以跟他们就下水陪玩呀 这些都挺有趣的 我觉得特别有趣 因为在台站表演的时候 就觉得很帅 就是这种嘛 飞友航告诉记者 目前西宁海洋世界中有三只海豚 他们除了每天的训练外 还要在两场的表演活动中 进行水中飞人 顶人冲浪 水中跳跃等表演 稀粉无数 但其实海豚也有高原反应 出入青海高原时 甚至每天要给他们 投喂抗高反药物 来帮助他们 适应高原缺氧环境 主要是因为 这边特别不容易嘛 高原反应 他们也有高原反应 因为也吃过红颈天 吃过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调理的 把身体调理好了 将近两个多月吧 然后才开始慢慢地 恢复那些基础的训练 我原来 我一餐训练的时间 可能是半个小时 然后到高原以后 可能要缩短 缩短一半 就不能让它 做太多那种高前度的动作 它可能呼吸会加快 呼吸加快的话 会影响飞空的嘛 作为高海拔地区建立的海洋馆 目前 西宁海洋馆 馆内有白鲸 海豚等多种海洋动物 飞有航希望 未来这里能成为海豚的集训中心 向各地输送训练有素的水中精灵 优优独播放 我们下期见